表妹的好朋友是 她在道路里面的时候 打电话表妹 她说了我跟宝贝现在 到她的道路里面 可是宝贝一直哭一直哭 半个小时之前 她没有哭 因为是很冷嘛 结果呢 她的宝贝现在冷死掉了 她也是三个小时之后她也过世了 所以我听到还有这个的之后 非常难过 因为是一个宝贝 妈妈的妈妈抱抱她 可是她会过世 因为是很冷嘛 台湾跟日本大概一万公里的国家 可是他们很快到特殊 很快开始帮忙特殊人 这个部分是全特殊人 为了全特殊人 我今天感谢台湾 今年真的很奇怪的一个天气 因为是我们等了很久时间 没有下雪 可是这是地震的三天之前 开始非常大的大雪 还有天气非常冷嘛 所以很多军人 很多州员队去那个城市的话 他们的花很多时间 因为是下雪的关系 路断掉的关系 结果我们每两天 在一个公厕里面等了 因为是那个城市们 这个我刚刚说的那个十个城市的 现在零下五度到十三度 超级冷嘛 结果我妹妹回安卡拉 我们找到一个客运 她回来安卡拉我们的家 可是这次我爸爸去了 我爸爸昨天早上八点去 因为是他的很多亲戚 他的很多朋友还在那边 我爸爸去了 十六个小时我跟爸爸没有过程 总算今天早上七点他打电话 他说了他到了 可是他不会说 他说 他说 我看那里 没有东西 因为是我们的 阿比斯坦区的人口十四万 我们阿比斯坦区是 那个卡拉曼马拉城市里面的最大的区吗 十四万人住的区 现在没有大陆 我爸爸一边哭 一边帮忙他们 爸爸说 我们去一个大陆那边 有声音 可是我们没办法帮他们 因为是有那个倒塌了 我们离去不过 我们等有些救援队来这边 可是怎么可能 怎么过 因为是我这样说 这是阿比斯坦区的 一千大陆倒塌了 一千大陆 所以一共 这个十个城市里面 七千大陆倒塌了 可是阿比斯坦是第二地震的地方 你们知道阿比斯坦区的发现了第二地震 那个七点六 我爸爸一边哭 一边帮忙他们 还有他说我很冷 我问他为什么你很冷 因为是我刚刚看到一个小孩 他没有外套 我给他我的外套 所以我 我跟他说话的时候 他一边哭 我不想要哭 可是我也很难过了 他的同学 而且高中的同学 是都过世了 他的孩子们都过世了 我们现在六个七个亲戚 还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比如说我的奶奶的家 爷爷的家的隔壁的大楼也倒塌了 他们大概四十个小时之前他们有声音 可是他们现在都没有声音 我的叔叔说有可能他们已经过世了 大概二十个小时有声音 可是二十个小时之后没有声音 因为只是刚刚说了这个地震超级大 只是土耳其政府还是土耳其军队 土耳其最远不够 所以我非常感谢台湾很快去土耳其帮忙我们了 还有我今天我听到最可惜的最难过的一个消息 我的表妹的好朋友是他在道路里面的时候打电话表妹 他说了我跟宝贝现在到他的道路里面 可是宝贝一直哭一直哭 半个小时之前他没有哭 因为是很冷嘛 结果呢他的宝贝现在冷死掉了 他也是三个小时之后他也过世了 所以我听到还有这个之后非常难过 因为是一个宝贝妈妈的妈妈抱抱他 可是他会过世因为是很冷嘛 所以现在土耳其的东南部真的很可惜 希望快处理 希望快处理 我们希望还能够找出更多的生还者 我们还能救回更多的生命 那图嘉我想请问请你跟观众说明一下 就是现在你的亲戚家人或朋友 他们有没有可以安置的地方 那除了天气人我们知道可能需要毛毯 他有没有需要其他的物资 那我们也可以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想办法帮忙 其实昨天我们的代表也代表处也开了一个活动嘛 现在台湾的朋友们可以捐款 还有要的话可以去给他去 外头、血子、面部、毛汤都可以的 我也刚刚的一个那个唱库的那边 那个是车子的地方嘛 他们也帮忙很多很多帮忙的 他们也大概六台去他们去给他去毛汤 我感谢他们 现在重点是外套、鞋子 还有刚刚老师也说了 微信面、牛布 这种东西也很需要脱去 可是特别外套跟鞋子 因为是真的零下13度 现在最冷的地方是我的耳鼻子 特别需要外套、鞋子 谢谢